假设点P P点的坐标呢 是Acastle点根号3 这个P点在标准位置脚θ的中边上 好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知道呢 它的Y坐标是正的 所以可能在第一或第二向线 但是呢 它又说了Tanginθ呢 是负根号3 好 有负号呢 就不可能在第一向线 所以我们的脚就是在第二向线的脚 好 那告诉我们的条件是 Tanginθ等于负根号3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 负的1分之根号3 那Tangin呢 是Xs分之Y 所以Xs的地方是1 Y的地方呢 是根号3 因为在第二向线 所以负号呢 是属于Xs的部分 好 Xs是负1 Y是根号3 那么R呢 我们的R 就会等于根号 负1的平方 加上根号3的平方 好 1加3等于4 4开根号 就会等于2 所以R的部分 我们就等于2 我们把三角形 转个方向 X的地方是负1 Y的地方是根号3 而R的地方是等于2 好 最后我们要求的是 Second Theta Second Theta呢 Sine Cosine Tangin Cotangin Second 所以Second Theta呢 就是负1分之2 所以就会等于负2 负1分之2 负1分之2